有很多很多的古籍 再不修的话就会被殃灭了 古籍就是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当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破损的古籍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每个周末我都来派女儿去逛一逛 在市场里面我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摊位 我们会在一起交流一些古籍版本知识 还有比如说这个古籍破损应该怎么样去修复 那这是什么书呢 那有两本遗书 遗书 你看一下能修一下吗 有 你就放这个袋吧 对 那两本遗书是有点缝化 有点缝化 你看能修吗 现在大部分人他们一听到这个古籍的话 第一想到的是古籍里边的内容 但大家关注这个古籍修复很少 古籍修复其实对我们来说 不是说你因为是年代啊 价格贵我们会加倍努力地去修复它 其实我们拿到古籍之后是一样对待 就是每个古籍对我们来说 只要我们去修复的时候都是一样 让这个书可以继续再延续 继续再保充下400年 您在这儿放一张空白的纸 接一点往下对一点 直接对上去 一点点拼 对一点点拼 啰嗦像咱们这种 直接接下来 然后咱们再去修 这个就不知道是哪儿是哪儿的 这正正的修复正常工序来说 我们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你从拿到一个书之后你要去拆线 拆完线之后你要标页码 就是做答案嘛 这个页码你不能给乱 标完页码之后是配纸 配纸就涉及到我们要自己要做一个软色 因为我们现在买到的宣纸的颜色是 主纸颜色和白纸颜色 但咱们这个书经过时间的一个洗礼 它的颜色会发黄啊 或者发黑啊 下来就是我们开始补动 就开始修补 修补的时候我们要用到浆火 那浆火是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传统的一个手工 而且要根据咱们这个 苏叶的这个纸的厚薄度 去调这个浆火的稠细度 不管它是纯柱的也好 老鼠咬的也好 我们在补的时候要根据书的破松 那这个纸张要是好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它的这个大边 在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 您这个书如果说它浮了 就已经糟了 就是它比如说棉续状了 那您要在补的时候 您这个补丁的大边 您就不可以达到一毫米两毫米 然后组织成为组织 安息织去护方便 更多 Awesome 所以这是首先 从葬的术呢 我们选择的修补方案就是 有一个指尖修补法 我们要把指打成指尖 利用低管的这个形式 再把这个指尖 低到这个窟窿里去 就是这个破损的这个虫洞里边去 最后修补完了 我们要压平 大概正常的话 我们再压一个月左右 压平炼钢 在最后再装钉回去 这装钉就是修复骨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 老一辈人都说我们干这个行业的是 给庙里打补丁的 其实我更觉得我们是古籍的医生 在给古籍续命 让古籍能够保存的时间更久 文化传承的时间更长一些 其实我感觉累 也枯燥 有时候也会挺着急的 它那么破 已经成一堆了 当你给它拼接起来 把这一页书页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其实也还是有成就感的 它不仅仅是一项工作 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 择一室终于生 古籍修复这个事 是我要干一辈子的 对签和国籍伤的